後來不正在做基加教理的民眾 都是靠理長關心看過 但是地方政府 沒有跟理長做教育訓練 中央也沒有很清楚的標準作業的流程 而且資源也很欠款 所以理長在執拼的時候 負擔很大 說到像要叫軍人就政典 但是算沒有武器給他們 有部分的理長來歡迎說 他們實在是載不得了 政府發現利利萊總有七個基加教理者 每天都要靠電話給他們 所謂看到沒有這個 但是要控制疫情過散 問題是非常多 我們的流程是非常的 非常的簡略 公所這邊真的對於里長 沒有任何的教育訓練 從疫情爆發到現在 我們也沒有開過任何的會議 社民黨台北市議員廟棚拿出公文 說中央規定基加教理者要靠電話 甚至可以利用事實來關懷 不過有地方法部只存整個 一天要靠一通兩通的電話 去關懷到對中 不過社群應該怎麼執行都看不見 所以不知道說 到底這裡有說實惠 是一個執行的李幹事跟這裡的理長 只能自由發揮 都沒有針對同居人去做衛教 正常參與活動的時候 可能就會成為我們一直非常擔心的 社區感染的源頭 風疫時動促進 這里長不知道說本身有什麼樣的武器 對路建立這些衛生主行到底有什麼安排 民進宮也沒有骨折統治 讓這些地產人員不知道要怎麼好 完整的風疫流程中央跟地方 強行的需要更加強 所以這裏固定就要有什麼 但是這裏固定就有什麼 其實就像是一般來 這裏固定的不散 這裏固定是一般我們 突然之間的那裏固定是一般的